歡迎收看全技On Air 今天有我,空少Chucky 陳豪,還有機師Jeffrey 跟大家渡過這半個鐘乳化的旅程 今晚真的很冷 所以提醒大家 記得多穿衣服,小心凍傷 還有,去到人多擠筆的地方 記得要注意個人衛生 特別是乘搭車的時候 疫情近日開始有緩和趨勢 但放緩速度慢 我們記得不可以掉以輕心 最近一宗沒有源頭確診個案 是一位負責駕駛四條路線的巴士車長 暫時未知司機是否在執勤時受到感染 所以提醒大家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記得注意個人衛生 平時乘搭車難免會看到很多人 特別是在下班時段 簡直是逼在一起 我想問問三位 有否自己很注意個人衛生的情況 或特別留意的事項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我一定會用初手翼 通常千萬不要脫口罩 但是儘量不要碰到周圍的東西 很乖,這個同學做得很好 我和陳豪一樣 基本上一定要做足 對 要用初手翼 不要到處摸 因為之前乘地鐵一定會到處捉 現在就要戒掉這個習慣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留意身邊的人 究竟戴甚麼口罩 因為之前有些報告也說 其實有些有棄佛的口罩 有舊東西在這裡 對,有舊東西的,其實未必合規格 如果戴戴的那個人 本身有病毒的時候 他可以隨著飛沫走出來 所以我搭交通工具的時候 我會留意身邊 有人戴這類型的口罩 我會避開 即會散播病毒 對… 其實那些是自私口罩 希望大家都可以戴正統一點的口罩 即是你以為戴戴其實沒用 這些真的要留意,那你呢 我乘巴士時的習慣是喜歡在上層 喜歡在上層?為甚麼 這位同學… 我本身就是在上層偏後的地方 因為人流比較少 就像靜悄悄坐在一旁 對,因為你上車、下車 也不會有很多人經過你身邊 但剛才聊天的時候 發現原來這是不對的 為甚麼 因為坐在一月後,氣流的氣流 全部湧到後面 是在後面抽出風 即是很近巴士的空位 可能會有病毒 隨著抽風的系統經過你 所以氣流會最容易到最後的地方 對… 可能反而吃光 所以最好是在上層的前一點 出風位 近風後位 對,這樣比較安全 如果真的要這麼謹慎 我學到東西 在Jeffrey和你身上都知道 原來有這種巧妙 可以避開一些更容易中招的風險 但其實戴口罩是戴口罩 是否大家都懂得戴口罩 戴適合口罩 有否看到一些人戴得不好 即是不蓋著鼻子 或其實根本放口罩在這裡 也不是戴著 我發覺有時 不知道是否香港人太趕 外出時口罩都還沒拉下來 還是一個長方形 很完整 對… 不知道你們有否見過 可能特別是公公婆婆帶我上去 她趕到出門口 就忘記了拉下來 可能按下鼻子位置 很多人不斷聊電話 不懷疑說話 就會拉著一招 露出鼻子或位置 也是一個不太適合的做法 對,正常人有時說電話 聽不清楚 就會看到那些圖人張開口罩 又拉下了 其實沒甚麼幫助 對… 最近也有新聞報道一對情侶 他們是因為不要好地戴口罩 就跟車長發生這個爭執 最後其實要報警處理 其實戴口罩在疫情期間 真的是我們個人的責任 也是我們對社會 對身邊的人負責任 一個很好的方法 希望大家也記得要安排自己的本分 等疫情過去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再開開心地出去玩 對嗎?各位同學 非常好 沒想到在鬧市中 也有一個這麼捨熱的地方探查 財布欣有遲到 我可以… 你好,你為甚麼這樣 我等你,你有遲到 我沒有遲 不是,因為裡面真的太多東西玩 太多東西吃,我捨不得出來 早點告訴別人 現在還沒告訴你 這間位於旺角的餐廳 是以懷舊文具為主題的冰室 設計相相相當講究 市角相亦講求簡潔舒適 一列列整齊的木製卡位 就有一種令人回到舊日校園的感覺 而牆上就有一個超長的玻璃櫥櫃 裡面展示了老闆這幾十年來 收集回來的舊文具 集中一間文具歷史博物館 款式之多,堪稱目不暇級 這裡真的很有本土的情懷 連食物也很有本土的特色 沒錯,餐廳跟一間本地的農業組織合作 不時會將本地的新鮮時令蔬果 送來餐廳製作成食物或飲品 別說那麼多,不如馬上嘗嘗 好… 首先馬上嘗嘗這款 黑松露煙肉雜菌忌廉意粉 看賣相已經很漂亮了 黑松露… 基本上你還沒吃的時候 應該會聞到很香的味道 對 而且它的菇味道很鮮 一整口很酸酸、很豐富的感覺 一蘭… 我很想嘗嘗這個黑松露炒蛋 多士 多士是做得很脆 但又不會太硬 因為有時太硬的多士會刮傷我的口 我試過,所以這個是剛剛好的 而且它的蛋炒得很滑 而且黑松露應該是同種同款的 所以跟你一樣,黑松露味道很香 而且我看到它的蛋汁 其實滲在麵包裡 沒錯 蛋炒得漂亮 而且真的很好吃 吃完鹹的食物 我們是否要吃甜的東西 當然,這是合桃香蕉鍋膚 鍋膚的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麵粉和雞蛋 都是日本味的 真的嗎 對,很新鮮的,我們馬上嘗嘗 我覺得很幸福 它的香蕉超級甜 你吃的時候有否加合桃 好像很小 我加了一大塊的合桃 它很合桃和香蕉加起來 很香的味道 Pony,如果你留心的話 你會留意到每一張卡位 桌上都是獨特的設計 它桌上是一個透明的玻璃展覽館 現在展覽了一些文具 因應不同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主題 很有心思 那今天的主題是甚麼 你看看 怎麼搞的 現在的男人真的… 不能 不可以 餐廳裡面放這麼多懷舊的東西 真的很有心思 你們三人有甚麼收藏的習慣 我想起這些舊東西 我想起自己小時候 存了很多日式、港式的漫畫書 因為以前你會想存一套 慢慢再看 甚至會送一些小贈品 那些刀刀劍的有趣 就會坐著坐著坐著 坐著很大,也不捨得一口 因為感覺上很有回憶 那你有數過數的一半嗎 到最後真的要放在床底就不管了 那些紙會變黃 你要保留 如果是這些紙,我也很喜歡存書 因為會存一些旅遊雜誌 或者一些數碼資訊的雜誌 因為你會覺得 以前沒有那麼多影相留念 你會覺得總有一天 會出來看那些東西去學習 或者看那些東西去那個地方 以前的經濟日又沒有那麼厲害 最多就是撕幾板出來 也要儲一點 就是有這種習慣 你的癖好也挺特別 因為如果是這些雜誌 通常都會在洗手間 真的沒有工作的時候 拿出來看 解夢 對,那你呢 我喜歡存錢 存錢嗎 存錢 你現在是否有很多錢 其實… 你可以分點來 只是紙幣而已 是紙幣嗎 我記得我還沒加入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會叫我的兇者、兇小朋友 如果去到不同國家 他們留一張當地的紙幣給我 其實紙幣中 可以看到一個地方的特色 是,問一下歷史 可能他們的歷史 或者他們的地方裡面的東西 都可以從紙幣中看得出 還有另一個奇怪的癖好 是,說來聽聽 我買完旗之後 我會把旗貼在其中一張紙幣上 即是你買完旗 就會貼在紙幣上 留念 因為我覺得那張旗我也有付出 如果我扔掉它就好像很浪費 那是你的愛心的見證 對 你有多少個愛心的見證 存到現在為止 其實只有四、五張 其實我剛剛開始了 有時候忘記了 你為了今天的節目特地存錢嗎 不是,還有那張紙幣很有歷史的痕跡 好… 好吧… 還有其他癖好嗎 沒有甚麼特別,玩具 玩具 玩具 當年我記得會玩很多四驅車 我也有很多 不如我也有很多 你又玩了嗎 有不同的款式 還有不同的裝備 有很多零件 會存在一盒合、一雙雙 就是魔打 對,老闆也有分不同的速度 是 像紅色、藍色 變相可以存在很多東西 會存在 這個很棒 那你呢?Jeffrey 機師比較多嗜好 我以前喜歡存在時計 特別對機械錶很有興趣 上次記得你戴的嗎 上次那是二戰的計時錶 我以前的碗錶也有存在 另外一個嗜好 我喜歡存在太陽眼鏡 因為他們也喜歡太陽眼鏡 某程度上 太陽眼鏡是機師的其中一名 工作夥伴 為甚麼?因為在飛機時 外面很亮,我們很接近看 你會否太多… 其實這裡不是全部 這裡是部分的眼鏡 太多 等等,你駕駛飛機 戴那個驚慘的眼鏡 是發生甚麼事 那是… 告訴我 那個驚慘的眼鏡是去旅行 然後因為女朋友要打卡 那時沒有眼鏡 我買這個來紀念 就馬上買褲 其實很多眼鏡都是世界不同的角度 可能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看到比較特別 這個款式可能香港沒有 就會賣起來,保持起來 你記得誰是誰嗎 我自己記得的 而且保持著戴的 我轉移地戴 真的戴得光了 不過現在已經停止了這個習慣 因為眼鏡只有一對 唯有斷捨離,買少一點 很厲害,可以買這麼多 聽完你們說之後 我發現我可能也是一個男生 為甚麼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存在… 例如陀螺、遙遙 很重玩具 還有一些玩具,例如一些小精靈 黃色的 黃色的 對,那種我都會不停存在 很想存在那些女生的公仔 幫她梳頭髮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做過這件事 黃色的公仔 你會買到所有周邊的產品 還是… 其實只要有它的蜜頭 我都會想買 有些像… 可能Jeffrey或之前的貓爐 狗爐 只要覺得那東西很像自己的貓 就不想了,先買了 不管是甚麼,總之是產品 不管了 所以我現在家中堆積如散 我相信聽到你們… 你又存在漫畫 你又存在眼鏡 你又存在… 存在錢 存在錢,好 對,家裡應該很凌亂 一起收拾房子吧 節目收拾房子 就仿一個個凌亂不堪的家 運用收納術和屋主 徹底收拾好家屋 主持們簡直就是收拾房子之鬼 下一節回來 Kathy仔和雜物資訊師阿橙 就上來分享收拾房子的經歷 待會見 斷寫來人人都會說 不過不是人人都會做的 幸好這個節目 環空出世,普渡眾生 打救這群不肯收拾房子的臭小女 這次有救了,全靠他們 我跟爸爸也很懶惰 我沒看過梳化可以90度動直 慘了,你看到這樣的環境 可以怎樣入手 我們收拾了多少小時 六、七小時 這裡超過六、七袋東西吧 對,甚至十多小時 發動下來,這個最重要 收拾的時候其實也很累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收拾房子真的一點也不簡單 自己收拾吧 而且如果有主持人 和雜物資訊師一起收拾 效果完全不一樣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Kathy仔和阿橙 歡迎 你好 你好… 你好,很多機師 你好… 看你的節目很棒 因為每次看到你們去一個 這麼混亂、誇張的家 在親手把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時候 覺得很治癒 拍完這劇集 你們覺得收拾房子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這個不是劇集 是這個節目 收拾房子嗎?不如阿橙說一下吧 好 我覺得收拾房子是自己跟物品 的一場對話 一個是回顧自己過去的旅程 我覺得收拾房子是… 你的內心是怎樣的 反映你的房子裡面 就是你的內心世界 所以你是在收拾你的內心世界嗎 對,其實收拾房子的人會比較舒暢 人亂的房子也會亂 其實Phil看到你很多次 在不同家庭收拾房子 其實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次 或是你會否遇到一個特別 令你覺得這間屋的經驗真的很瘋 我想案件來說,阿橙會較多 因為她本身也有很多案件 你現在是節目收拾房子 還是我平日的房子 你平日也可以,生活中可以分享一下 我平日遇過一位客人要搬屋 他由大屋搬小屋 是搬小一半 這樣嗎?很可怕 搬完後,有搬屋公司 放不下東西進去 放不下嗎 放不下 插針也不行 他說大小是甚麼 本身是1300至1400呎 搬到700至1800呎 那東西就放不下 怎麼辦 然後後來,幸好是… 他旁邊的房子是沒有人住的 以及是同一個業主 先讓他先擺放 而且也要做不到 要立即租倉擺放 即是沒有辦法割寫的東西 還是先找地方擺放 對,預算可能真的… 沒想過減少了那麼多位置 就應該再捨棄了更多東西 Kathy仔,你透過這個節目 跟著阿橙學執屋 或幫人執屋了那麼多次 你自己有否說 執屋越來越厲害或收納越來越厲害 我又不敢說,很厲害 真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比較多雜物的人 但其實的確學到很多技巧 例如阿橙所說的黃金位置 又或是其他要怎樣分類 分類後怎樣可以很容易拿出來 又不會令它再亂 其實從中學的東西 比平時亂收拾多很多 甚麼黃金位置 其實是指我們眼刀、腰的位置 就是黃金位置 如果經常使用的頻率很高 其實應該放在這個範圍 方便拿出來和放進去 三位男士有甚麼收納或收拾屋的困難 想立即請教下橙嗎 我自己很擔心找不到東西 突然想… 例如想拿一本紀念冊 但好像升不起放在哪裡 如果我要歸位或放在一個地方 有甚麼特別要注意 其實你主要是那些東西 在哪裡用就放在哪裡 這是第一點 而且如果那些東西… 例如紀念冊不是經常用的 其實你可以放在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即不用放在當眼,不用放在黃金位置 如果放在一些櫃或床下底 其實你也可以用一些標籤提示自己 例如紀念冊是小學或中學 回憶類的東西 回憶類 可能把其他其他回憶類的放在一起 可能你找個箱子做回憶箱 然後把回憶的東西放在一起 之後你一想起這個物品 原來是回憶類的 你可以記得把箱子放在哪裡 立即聯想回憶的東西 對… 好像學到東西 放在桌上 我想想想,如果家人沒有你那麼斷捨 你怎樣可以幫助他們 例如家裡的其他女士 很多衣服 其實這問題有很多女士 囂張就丟掉了 對… 除了婚類或寫 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嗎 如果是這樣,其實沒法逼 可能是在買之前 你買之前問自己 其實這件事是否真的… 他問家裡的女士 不關她的… 不關她的 你不關她的 跟她說吧 可能她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再買了 心想家裡的女士 心想你不要再買這麼多東西 真的… 有口話,又沒有口話自己 不過大家都知道 拍攝這次修屋 也遇到很多奇怪的事 有甚麼特別趣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鏡頭愛嗎 鏡頭愛? 很多人真的會叫我們來修屋 但其實她也未必捨得丟掉 就是要甚麼人想 對,我們要哄她 其實這件事你也沒用 不如真的買了或捐了 令她更有意義 而不是她還存在在你家裡 但又沒用 其實這件事是要哄事主去做 要西服他們 對 要哄小朋友 其實她說了想做 但其實她還未有那麼大決心 要靠你們去推動他們 沒錯 所以說看ViuTV的節目 真的可以學到東西 除了學到東西之外 相信也會娛樂到你們 因為接下來 太平紋身店就會播放 三分鐘熱到 好像跟這件事有關 不如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我們要看見ViuTV的新劇 太平紋身館 今個月中就會開始播映 帕天南飾演一個幫會計成人 他說這個角色真是很大的挑戰 這個反派會有原因地 要打人 無論男女還是照樣打 我是一個非常平靜的人 所以當要打的時候 真的要入角色… 我要過了自己很多關 去做這件事 加上要說日文 Adam說幸好這部劇 有和全素行演出 就算不懂得說日文 也可以向Soko先生請教 最重要是根據學習的語氣 不是只說… 你好,不是那些… 是怎樣呢 你好… 是完全不同的 這位Adam跟女主角周素娜拍攝外景 劇中兩個人有很多對手戲 而且還有不少親熱場面 不只是Kiss那麼簡單 其實是要深入地愛上這個人 但同時他很想罵他 因為他對他的愛 比另一方對我自己的愛 之前Adam說他在新劇中 無論男還是女都要打 就算是娜姐也不例外 為了角色沒辦法 而且要配合這個故事 不過Krissy平時看到她很斯文 很友善,很娛樂 其實打起來她…她很棒… 林欣彤最近穿起婚紗 拍攝新歌MV 而這首歌是說他即將結婚的心情 真的拍到他很幸福、很甜蜜 她拍攝新歌MV 她拍攝新歌MV就很幸福了 不知道她有否想過 將來結婚的另一半會如何 過了一點都可以 因為有很多人都看到我的真人 有人說原來你這麼小 其實我很小 所以那個人真的很容易 而且善良、有愛心 因為我有兩隻寶貝的狗 如果真的跟我結婚 即是跟我的狗狗成為家人 也要親愛他 這個人在現實生活暫時未出現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出現 但我不想太多了 隨緣吧 陳欣彤這天錄影新節目 調查男女 內容說得男和女的想法很不同 原來她曾經有過尷尬的經歷 男生和女生的想法應該很不同 男生應該簡單一點吧 對,反而 應該是,應該直接一點 但你平時本身 算多事情想的女生嗎 算了 以前會想多了 以為別人對你有意思 其實沒有 不過她現在跟男友 沈振軒感情這麼穩定 會否打算甚麼時候結婚 我自己希望35歲結婚 35歲? 對,我已經定了 但你現在二十多歲還要做甚麼 對,因為有個上士跟我說 但你現在跟男友感情很穩定 對,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感情穩定 我覺得婚姻可能純粹是因為… 可能入到手信室 需要別人去簽紙 就是這些 但你有那種感情在 其實任何形式我都沒甚麼所謂 今晚真的很冷 所以留在家裡 對ViuTV最適合 那就最暖暖暖 明晚繼續7時半 跟你轉機オンエア 再見…